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是不是现在有开始运动啊 你怎么感觉气色越来越好呢 不是开始运动吧 就是只是稍微动一动吧 谈不上运 因为对我来说 我平常就是能够不要走路就不要走 我觉得你一出门就想要搭车的人 就想要叫Uber 对 但是现在觉得不运动真的不行 对啊 我一直认识你以来都是这样子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想要运动呢 我觉得应该是年纪到了 这好难接喔 好想把它卡掉 不过主要我觉得是意识到你的身体的警讯在告诉你说 你不能不运动 我觉得很多的状态在告诉你说 你如果一直都是处在 就是自己自我放逐 就是都不动的状态下 你的身体的机制会告诉你这样是不行的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大美人 应该是可 应该是很甜美的美人 那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 怎么说呢 因为他其实是 本来已经是要奥运的国手了 只差他的速度只差0.17秒 不是0.1秒 是0.17秒 但是因为反正就是个挫折嘛 但也没办法 然后接下来他又遇到了就是 健康的问题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又人生又进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是他颜面神经麻痹 然后之后他因为这件事情他又开始爆肥 反正他的人经历很特别 那特别之后呢 他现在又重拾回到一个 让你觉得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自信的状态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运动改变他的生活 重获自信的Joey 我们欢迎Joey 李君姐好 我也姐好 我是Joey李占颖 那我之前是游泳国手 我之后有在节目上有节目 那我也有做一些代言的活动等等 那因为自己胸型非常不好看 可是又要涨银母前面 所以常常被添 风箱交代和虚人胶带 导致我的皮肤受伤 汽水泡 可是市面上都没有任何的产品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创立了Joey Up 隐形美胸贴 它可以可下水 又可以轻敷 又不会伤害皮肤 还可以够粘性 所以可以让很多女孩 不管是你参加什么重大活动 或是甚至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婚礼等等 都可以使用 可以让你安心自信有魅力 这样你有懂我刚才讲的吗 有 对我接触了之后 就是突然觉得 好 人生不可能 对太多事情了 就我想问一下Joey 就是我看到你这样 因为可能观众朋友看不见你 因为你有个高挑的身材 模特儿的身材 对对对 就是模特儿 对 其实我很难想象就是 你当时要接受每天十个小时的运动游泳训练 我觉得这应该是魔鬼训练吧 那你如何去克服这段过程 还有你为什么会愿意去走这段路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哥哥 我看到我哥哥就是在随眉悠悠自在 很帅很漂亮 那我那时候是自由班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 一股脑就想要转去游泳班 那我也很幸运就是考上游泳班 那我也当然我也很感谢我父母 就是可以给我这么大的自由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转上游泳 那那时候就一定要接受训练嘛 那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作用名就是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就是每天十个小时 当然不是都在游泳 因为毕竟游泳是全身性的运动 我就是游泳 然后可能还有飞轮 跑步 重训 瑜伽 这些东西聚合起来 然后每天的训练 我们一年大概只收三天 初一初二就三 连台风天如果看起来风平浪静 我们还是继续去训练 然后每天早上四点起来 就是为了要去 因为一早我们不要耽误到课业嘛 因为我们还是要读书 毕竟我们觉得 我们不能让别人觉得说 我们是头脑解胆四肢八搭 我们还是一样要读书的 所以我们就四点起来比别人早起 四点起来训练 去做就是人 这些就是排程这样子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他本来在自幽班 他妈妈竟然会让他转到游泳班 这个对你来讲应该太不可思议了 你这样讲 我觉得下面就很难接 我觉得你的父母的心脏 很大格 对 你有吵闹吗 没有 我那个时候就是前面是什么教学组长 什么各个组长老师就说 你女儿我们花很多金钱跟心力栽培你女儿 毕竟自幽班是全 我们那时候秀兰国小 所以整个新北市 甚至台湾可能北部都是要挤进这个自幽班 然后可能要赔钱 然后就有点半危险 然后我妈就说 她就问我一句话说 你愿意不愿意 你确定 第一你确定 那你会不会你认真 你会不会全力以赴 我说我都会 那就go 所以现在其实Joy她 她现在一样是这么的亮丽 然后有自信 很难想象你会有经历 刚刚李军讲的那些运动伤害 颜面神经爆肥 然后还要应付这个高压的大学的压力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过来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是 因为我最近盘突出 然后我就受伤 所以就有点像是快要停止训练 但是我不想要放弃 因为我刚好提到说 我的最优民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是去修复嘛 我就 因为刚刚没有我提到就是 我那时候很好玩就是我 如果我进医院我就要吃肋骨唇 我吃肋骨唇我就不能比赛 因为会有禁药问题 所以我就去 我就有点像是赌一把 我就去隔壁的武术馆 看起来很科学的武术馆 就给它瞧 第一天我不能动 然后第二天我才能慢慢地站起来 因为我受伤当下 我脑袋只有一片空白 就是下半身不随 因为我不能站 不能坐 不能躺 什么都不能 我只能靠在就是台子上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赌一把嘛 然后我第二天开始比赛 我是爬上跳水台去比赛 那当然成绩不是很好 我原本都是破全国记录 然后原本自己 那也是我自己的记录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记录 就是破得更高 可是那一场比赛 因为军军盘突出 所以我只有拿到前三名这样子 那之后因为 也因为这件关系 所以我有点像是 我原本想说我想要退休 但是因为我又不想放弃 游泳这件我热爱的事情 所以我就 比如说早上四点起来练习 然后可是因为你知道大学生 没有超过十二点 应该是不可能睡觉的 因为毕竟大家可能想要讨论功课 想要聊个天 想要做作业等等的 或是准备考试 所以我每天可能是十二点 一点两点才睡 可是我早上四点就继续起来 这样长期这样下来 其实一个人身体一定会垮的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这样 我在某一次断口 厚的隔两天 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就刷牙 刷牙不是会这样漱口吗 我水就喷出来 可是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那时候就喷出来 但是我姐姐妈妈要出门去上课 我就出门了 到学校喝牛奶 流出来 我今天怎么了 就觉得很奇怪 那也没有想太多 一直到下午 因为我很爱笑 我下午的时候觉得 我左半边脸怎么怪怪的 照镜子好像有一点怪 可是我朋友都看不出来 那时候我就赶快上网查 也打给我妈说 有问题 然后有查到 有可能是这个名词 但是没有很明显 所以我那时候晚上 我就马上去急诊 医生可以开很高强度肋骨唇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吃肋骨唇 在中西医合并 我西医吃肋骨唇 中医就拿那个针灸 各个针灸 我那时候是满脸的针灸加电极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那个针上面还夹一个电疗 这样子 就等于说那样电电电 所以我的脸就是 被插满针 满满针线 对 但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就是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是 七年都不会好 那我是半年慢慢超转 所以这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 你还是念姿佑班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 人生不一样的道路 因为其实如果我当初姿佑班 当然我也不知道 我如果姿佑班 我会变成现在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 走运动这条路 因为现在的我 因为运动 给我很大的益处 可是我记得你 你资料上面是说 你曾经胖到爆肥到七十几公斤 然后又可以瘦回来像你这样子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 你是完全不吃甜食吗 也没有 其实我很爱吃甜食 我很爱吃巧克力 我很爱吃好吃的蛋糕 当初 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大 那公馆很多美食 我那时候就是只要有新开的甜点店 或者下午茶店 我去那边边读书 边利用读书之名吃美食这样子 很幸福 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控制下来 就是说我吃比如说 第一那时候一开始七十公斤 我那时候压力很大 那刚好我那时候就是去美国一年 我就去那时候刚好美国的朋友 他们可能就是运动风景很盛行 再加上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很好 那我就跟着他们 他们比如说早上 可能就是去游个泳或跑个步 那我就跟着他们 然后再去学校读书 那吃饭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吃原型食物 然后自己做蔬食等等 然后甚至自己准备便当盒等等 然后就是等于说我整个习惯 回归我热爱的运动 跟我把我的习惯调整回来 那当然刚刚提到的甜食 我还是会吃 但是我会控制 我会说好 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有冻了 然后我今天也耗了脑力 耗了体力 我可以稍微吃一点 然后可是我不要吃太多 或者说我可能三天都没吃 但是我一天吃一下 就是告诉自己说 要控制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有提到 运动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就是因为运动有脑内肥 它可以让你控制就是饮食 不要暴饮暴食 也可以让你不要那么 渴望吃甜点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厉害 就我知道 就我之前听我朋友讲 其实就因为它做一件事情 是因为你要结婚嘛 不要穿结婚礼服嘛 对 然后它就用它自己的 它自己的那一套啦 所以一定要琳琳来分享 就是说它把它自己 做成一个临死角的新娘 然后它的体脂变成12 天哪 这什么数字啊 就是我们 你知道我倒过来还比它多好不好 就是我完全不可思议说 但很多新娘都会想说要减肥嘛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你做到这 你真的做到它太极致了 我觉得你应该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当初爆肥 我也有试过很多方法 什么不吃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那些都不适合我 反而会让你就是身体更不健康 然后我之后发现到 其实我最适合就是 第一 168 第二原型食物 然后食物的顺序 再来是三二一餐盘 还有多喝水 睡眠充足 还有就是压力 要懂得释放压力这件事情 这些加起来可以让我 当然还有运动 搭配运动 比如肌力训练 有氧训练等等 就增肌減脂这件事情 偷偷加起来 可以让我就是很快速的 当然大家在 大家不要学我结婚那一个月 那一个多月做的事情 因为那个比较极端 但是其实我平常日常 我也是这样过 我也是慢慢的 像比如说我生 我生产完以后 我可以在一个月 你现在是生产完多久 对 我现在生产七个月 哇 就可以这样的生产 这完全看不 不是 你这样的样子 我完全没有办法 跟妈妈想在一起 对 谢谢 那因为我想要跟 就是我想要当女儿的目标 我想跟女儿做姐妹嘛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就是因为 所以你带着小孩要怎么运动 其实就是因为毕竟 大家都知道亲子关系要好嘛 而且你要比如说 你要自此办按摩 跟她游泳 跟她做很多事情 让她可以就刺激她五感发展 那我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带她抱着她的时候 可能就是抱着她 这样把她抱起来 我可能就顺便蹲个十下深蹲 然后可能腹部 你随时要腹部用力 核心用力 臀部用力 提臀等等 就是做各种 然后比如说你在晃她的时候 你可能晃大力一点点 让你的整个核心是训练的 就是还有比如说你躺下的时候 比如说飞高高等等 这些你都不用交给爸爸 你都自己做就好 就是这样让你的小孩子很快乐 然后你们感情又很好 让他们五感发展又很好 你自己身材又会变好 对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你的恒心 因为是来自你的生活 无时无刻都在记得这件事情 你要运动 让自己的核心变强 然后你随时都可以保持你的体态 但是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就是你刚提到 你要当新娘子 然后你也有一个美胸贴的产品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下礼拜 我要穿一件礼服 然后我正在苦恼 到底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贴 我到底要怎么去买我的New Bra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确认一下你的服饰是深V 然后露背 也是对 对 这时候其实 好 我先我可以拿一下产品 这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产品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 它可以客制化 依照你的胸型还有服饰 去做贴法的改变 那刚刚有提到您是深V V到可能快要接近肚脐吗 没有啦 我们没有你们那种身材 OK 那其实就会有大概两大种贴法 一种是看您是要搭配New Bra 或是不搭配New Bra 直接横定位在右边 可能你顺便把副乳 假设你有副乳 我是有副乳吧 副乳这边然后把它拉进来 把副乳的肉拉进来 我们怎么会没有呢 就把副乳的肉拉进来 然后从这边定位 把这副乳的肉拉进来 我先把它拿开来 当然不会现场贴 然后这边有做教学 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淘心里贴法 就是直接从右边定位 在这边 然后直接让你的胸部拉进来 然后最后的终点在这边 然后左边一样拉进来 定位在这边 所以这样也会集中了 对 如果你想要再挺更多 你看第三片 让它往上集中拖高 你看我 应该说 其实你只要你的手 可以剥了起来的肉 我们都可以帮你贴到那个位置 所以你就叫做Joy up 我希望每个 为什么叫Joy up 其实也是希望 每位女孩 可以内在喜悦无限 外在美丽无限 这个有点难 我觉得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Joy很特别 他会想到这么小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会觉得说 市面上我就买 就像你所有的买牛布拉就OK了 但你居然想到把这件事情做成新一样 因为他之前游泳啊 对 游泳可能就是需要像这样的工具 工具 对 因为我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胸型非常差 我自己胸型就是因为我的泳衣很紧 紧到就是压胸 等于说妇孺会跑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 那时候就是为了阻力小为了快 我根本不管外表这件事情 所以压胸 我胸部很塌 我妇孺很大 然后因为我之后工作 我需要上节目 我需要去代言活动等等 造型师会帮我贴很多 风销就要带3M交代 然后贴到就是 我可以忍 我其实是 我自己认为我蛮敬业 但是有一天造型师就跟我说 Joy你没有皮可以贴了 你要我贴哪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 OK这不是忍的问题 所以我就去市面上找各种 可以取代风箱交代的东西 但都没有找到 那我也去国外去找很多 就是可以取代的产品 也都没有找到 那因为刚好因缘机会之下 我们就跟日本的医疗大厂 就是认识 那他们想要就是想要转型 那我们他们想要就是创新转型 然后我们想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想要可以下水 然后又够年 又轻敷不会伤皮肤 然后就是等等 要够透气 因为就是你汗流出来 你才不会闷住 才不容易起水泡 然后他们说好 那我们来就是来设计看看 所以就有这个产品 我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做了这么多的创业的工作 那你真的就不吃甜点了吗 我吃啊 我吃我还是吃 但就是像 很用力吃甜点 不会啦 我还是比如说就是健康饮食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我168 然后我就是蔬食 我原型食物等等 然后就是每天的适量 每天可能就是 比如说 我今天真的是很用力的运动 然后我可能就吃几块巧克力这样子 对 宜比这应该是你很好的 那个潜在的 助动讨友吧 对 因为你这么会做甜点 然后他又这么喜欢吃甜点 对 或是说我自己把甜点 因为我自己很爱做甜点 所以我就把甜点的糖分减少 所以就是 快点PK一下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要为我们的Joy 来设计什么样的料理呢 好的巧克力 可以让你幸福的上天堂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密制成片巧克力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 巧克力的变化方法 而且呢 它可以保留巧克力的原味 香醇 又可以吃到这个密制成片的那种 酸酸的甜甜的 非常甜蜜的感觉 很有恋爱的滋味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密制成片巧克力 到底要怎么做咯 首先你要选择这个柳橙 不要用柳丁 要柳橙 它的那个橙汁才会香 怎么清洗呢 我们要用盐巴 好好的帮它做SPA一下 这个皮啊 都要搓一搓 那个毛细孔 虚虚的都不见了 我们要用这个清水 然后一直一直不断的换 好就这样子 边搓边洗边泡 然后这样子大概五次左右 好那你确定 它的农药残留都去除掉了 也都清洗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橙 就整颗的这个柳橙 放到这个滚水里面 煮出它的那个青色味 也可以放一点点盐巴 我们盖上锅盖 大概小火煮五分钟哦 好我们煮好的柳橙 好我们先把它的水分给滴干 然后我们就要来切片 来密制柳橙哦 那我们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不要切太粗 就这样薄薄的一片一片 然后它煮起来比较容易入味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橙片 放进来密制它 好一层的柳橙 就一层的糖 好把它都铺满 让糖密制进去 好记得火这个时候就可以熄掉了 因为我们不可以让它烧焦哦 好最后我们就把这个糖 好充分的把它们密进去 那我们就盖上锅盖 让这个糖融化了之后 记得全程都只能用小火 好那等到它冒烟滚了之后 我们再让它收汁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密制成片 哇好美哦真的好美哦 然后你看我一滴水都没有加 你只要用厚一点的锅具 然后配上这个节能板 完全不会烧焦 好那等到我们这个密制成片 煮好了之后 请你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是我大概密了一个晚上 就是它这样子密好了之后 收一下汁我们要放上我们的蜂蜜 然后火熄掉 因为蜂蜜不适合用火再去加热 它的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了 那我们这个密制成片呢 放到像这样的一个碗中 放到冰箱大概要一个晚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做风干的动作 好那我们准备一个像这样子有格子的 放在这个锅子里面 好一片一片摆进来 这个层蜜都不要丢掉哦 所以这个层蜜我们都可以拿来泡茶啦 甚至做巧克力慕斯啦 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为我们要风干 我们不是要烤它 那这个行动稿箱它刚好有旋风的功能 所以我们底火就不要开了 直接把它风干 用低温哦 大概80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来融化我们的巧克力 一样我们要先把这个锅子给加热 我们的锅子也热了 熄火 好我们把巧克力倒进来 完全不需要隔水加热对不对 就用节能板的余温就够了 那我们就离火咯 我们就不要再放在节能板上面 避免它过热 它巧克力就会油水分离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层片 随时都要注意它一下 这个时候完全好了 好我们的层片烘干好了之后 我们的巧克力酱也融化好了之后 我们就放进来巧克力酱里面去沾它 就像这样子 大概沾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它比较不滴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要再让它融化了 就是让它再冷却就好了 冷却的巧克力我们等一下 等到它冷却了之后 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 那巧克力要变成脆片 你巧克力要沾多少 你自己可以决定 看你是巧克力比例要多呢 还是成片的比例要多 那我们的成片巧克力 在等到它冷却之后 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包装起来 放到冰箱也可以 这个情人节如果送给你的 不晓得有多么幸福感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成片巧克力 我今天要帮Joy设计的是一个 密制成片巧克力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巧克力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巧克力要胜选 因为你选对好的巧克力 选对好的黑巧克力 那它其实是有减重作用 而且对你的心血管是好的 那因为可可油本身就非常的昂贵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最好的油 那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借重 好的巧克力是可以帮助我们减重 这个其实还蛮关键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反正甜甜 就我的经验 其实很多女孩子都会觉得 甜甜就是会发胖的 但其实我也不否认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像两位讲的 就是其实你只要选对 选好 认真挑 其实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等于发胖的 是 因为黑巧克力气 它其实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增加代谢 没错 非常好 心血管疾病也非常好 对 好 那今天我觉得 还是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那希望下次就也 还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对 还在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新知 好 谢谢 谢谢